大家好,我是顾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A73使用一个月的感受 之前拍小姐姐的两个视频点击率都很高 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能够超越前两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分享出去来表达一下对我的爱意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第一个视频里的一个错误 A73是可以使用快门线的 是使用的USB接口 通过一个月的使用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它电池的改进 它的容量大了很多,续航好了很多 配合USB的充电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没有电了 自动对焦的表现十分的强大 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哪怕是在弱光下 它的表现也十分的稳定 眼部对焦在拍摄人像时候的体验几乎完美 大部分情况下它都能精准的抓到被拍对象的眼睛 矿容度很好,高感很好,五周防抖很好 视频功能更是强大 以下是我这个月使用A73拍摄的画面 能拍出刚刚那些画面 除了跟机器有很大的关系 跟我本人的技术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一直想表达这个观点很久了 不知道今天哪里来了勇气 接下来我要说一些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很愉快地使用这台相机 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去设置 功能太多,有时候也是一种困扰 另外,屏幕不能像6D2那样翻转 会让拍摄受到一些限制 屏幕和EVF的使用感受并不差 但是千万不要跟A7R3交替使用 因为这样会感觉落差明显 最后,索尼的颜色真的没有佳能的好 你看我今天是不是特别好看 好,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我的频道 Follow我的微博以及我的Instagram 以及小姐姐的Instagram和微博 拜拜 完了 你不要跟我改台词 你要说之前拍小姐姐那个视频点击率很高 但我知道那是小姐姐的功劳 希望这个视频能超过之前那个视频 可以吗 你要说个 但是我知道那是小姐姐的功劳 为什么要又加一句 这个比较顺啊不是吗 哎呀你觉得顺我不一定觉得顺的呀 是这样吗 我忘了 这个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忘了 那是小姐姐吗 我都不认为你 那是小姐姐的功劳 为什么就还很少 是小姐姐的功能 因为能量 是小姐姐的功能 怪我 但是 我就 我不识